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可能会加一些有的没有的 还蛮可惜的 因为台北很少这样子的面包店 开了七年的面包店 因为租金跟食材以及人事成本太高 经过评估之后决定关门 引进这家店的老板 就是敦仪集团董事长邱台汉 他是过去股市四大天王之一 荣安邱的儿子 也是三二行馆前董事长 这几年转进高端餐饮 闯出名号 不只引进法国面包店 甚至还有法式餐厅 请来米其林主厨坐镇 复古色系 优雅氛围 餐厅用餐环境好 法式料理精致不马虎 经营六年就花了两亿元 去年因为租约到齐 只好华丽谢幕 看得出法式美食 在台湾似乎不太受到欢迎 台湾人还是强调CP值 然后觉得说要物超所值这样子 可是有时候高端的餐饮 其他的用料跟他的人员的消耗 其实是很高的 不论餐厅还是面包店 都有米其林光环加持 只可惜台湾人对法式美食 接受度低 邱台汉把热情转向日式料理 以及其他事业再拼餐饮梦